USC南加大安纳堡传播学院、电影艺术学院和维特比工学院三大学院总计超过100位的资优研究生 日前在南加大校园联合举行第三届研究与创意专题的讨论会 研究生从各方面展示最新结合科技与影像以促进人际沟通的多样城市 希望能在未来提供更便捷、更有效率的传播沟通管道 从2007年开始,USC南加大安纳堡中心捐赠基金会都会提拨超过400万美元 给安纳堡传播学院、电影艺术学院及维特比工学院的资优研究生 以结合传播沟通、视听影像和工程技术等三大领域 做前瞻性的传播研究与创意专题来增进社会人际间的沟通效率 研究生们设计的专题隔以齐去 有数位影像、电动游戏、父母如何利用高科技产品加强亲子关系 甚至连远端医疗技术都在探讨范围之内 南加大安纳堡传播学院希望借由每年举办的安纳堡研究生联谊议会计划 吸引国际上更多传播研究领域的学者与创意实行者肯定和关注 以整体促进人际沟通的便利和效率